2024年的春节注定是不平凡的春节 为什么说呢 今年的春节和往年相比 很多这个商店也好 物流也好 快递也好 包括我们中介也好 很多在初二初三已经开始营业 我记得往年很多快递站基本上要到初六 最早初六 甚至有的初七初八才开始正式营业 很多水果店 包括一些这个汽车维修店 包括这些中介 基本上到初六以后才能够这个营业 今年初二开始 很多机构商店就已经开始营业了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老房子 房主这个抓紧要卖房子了 为什么呢 准备把这个老房子卖掉 回到这个农村老家去生活生存 换句话说呢 就是躺平了 关于这个事情呢 我一点点都不奇怪 为什么 因为在我身边发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和这样的人 好多每年都有好多好多 相信大家深处生活当中周边也能够接触太多这样的人 尤其是是大概在四十岁上下 三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吧 四十岁左右比较多 呃 原因就是第一个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 无论是自己买的还是贷款的还是老人留下来的 终归呢自己都有一套房子 第二个呢就是曾经在商场也好 在社会打工也好 都积累了一部分的这个生活费 不管是五万八万十万二十万 有一定的小资产 那么第三个这些人呢都没有正式的工作 也就是被社会称为自由哲业者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受到社会的各种工作的挫折 感情挫折 创业挫折 心灰意冷 再加上现在的工作比较难找 年龄比较大 所以说开始躺平 说到躺平的话 农村的躺平生活一定要比城市来的实惠 但是我感觉就是你在农村最少要有一套老房子 如果你单独花钱去买房子 我觉得不太划算 因为现在像我们视频中看到这个灰色的老房子 老楼大概也差不多二十多年 那么过去最高的价格在201617左右的时候 可能一般就算一百平的房子 大概也能卖到个七八十万 六七十万差不多 而现在呢房价大缩水 基本上已经腰斩 可能还要再学一刀 差不多也就是三十万四十万这样 拿着这三十多万四十万左右的房子变现钱 回到农村躺平 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想法 活得很通透 那么这种想法如果是换在十几年前 我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现在我非常能够接受 因为自己想通了 也曾经有这样的想法 包括今天我们要卖房子这个房主 他现在就是一个人 四十岁左右 有一点点小存款 再加上房管钱 就直接回老家躺平了 包括呢 我们经常会刷到视频当中的很多人 回老家躺平的事情 我们也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现在的生活省钱就是赚钱了 以前不理解 现在非常理解 就是说你在大城市生活 现在的压力有多大 第一个就是你的工作不稳定 有可能你的这个工厂也好 企业也好 随时都有倒闭的风险 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工资收入越来越压缩 越来越压缩 很难很难很难再像以前这样 动不动还有加班费啊 奖金年金啊 年终奖早就没有 第三个就是现在的不确定性 在城市里面越来越多 包括这种人际关系 包括上下级关系 非常难处 而且现在的生活的费用是太高太高 基本上水费电费煤气 费都比过去要增长了很多 每天还是两顿饭或者是三顿饭 同样的做法 同样的时间段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的费用 它确实在涨 确实在涨 再加上现在我们生活的所需的基本上 这个菜米油盐等等都在涨价 所以真的好多人都回到农村躺平了 这也是一个趋势啊 我也是非常赞成的 如果能有机会把房子卖掉 变现去农村躺平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大家好 我是大树大树啊 在过去差不多20年以前啊 还没有真正的去建设这个城市化 那个时候城市的房子呢 有一种模式叫集资模式 应该是80后 70后60后的人应该都知道 在20年以前呢 城市有集资房 集资房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统一正规的单位 他们是出台了这个东西 比如说某某某局为了职工福利啊 排一块地 然后大家一起集资去建这套房子 最后来去分啊 他成本非常低 非常便宜 大树大树在这里有一个假设 大的设想 现在的很多房子 很多城市的控制房特别大 特别多卖不出去 那么将来会不会 还会出现这种集资的形式 某些单位 对吧 为了给职工 或者是职工的家属 解决住房的问题 又一方面解决清理城市库存房的问题 会继续用这个集资房的手段 大家集资去拿钱来消化掉这个房子 突发奇强 我觉得很有可能 对吧 一键双雕 既解决了 很多人 没有能力买房的问题 又解决了 城市保留的大量的库存房的问题 是不是一举两得 那么作为政府的税收也好 还是员工的幸福指数也好 都会很大的提升 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设想 当然现在没有这个事情 是我自己的设想 将来有没有可能呢 大家觉得 就是集资房重新再会 再出现到这个市场当中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江西南长被大风刮下楼 坠亡的三个人 你认为跟房子的质量有关系吗 目前住建局初步调查说 人员被吹落和房屋质量没有关系 出市住户的阳台和窗户呢 都是后期加装的 是属于有质量问题 也就是说 跟他的房子质量没有关系 但是可能后期他自己加装了这个窗户 跟窗户的质量有关系 评论区里边很多人呢 也是接受这个事实的 毕竟房子他也没有倒 对吧 就是把窗户给吹没了 人被吹下楼了 但是大家知道吗 就是江西南长被吹下楼的 有三个人 然而这三个人都是同一小区 同一栋楼 我也能接受啊 就是可能跟房子质量 他确实没有关系 确实可能跟他的窗户有关系 但还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跟这个房子的结婚还有关系啊 那你想为什么江西南长那么大的风 对吧 强队流天气 别的地方都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然而就这个小区 这栋楼发生了这种事情 那怎么就形成那么大的风 竟然能把床都给吹下楼 把人都给卷走了 这个事情我相信很多人活了几十年 可能也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当然有些时候可能房子也确实都 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构造 但为什么偏偏他这个情况是 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呢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毕竟咱们也不是这个建房子的 对吧 对于构造呢 也不是很清楚 我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方面的应该跟物理有关系吧 这个物理大神呢 对吧 懂这个结构方面的能不能分析一下 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当然窗户质量问题我也认可 为什么就现在装修窗户 我真的是挺担心的 就都没有任何的就是螺丝啊或者其他东西架固 完全就是一个就是那种泡沫胶 对吧 玻璃一上去 然后打碰胶就完事了 我记得小时候以前家里的玻璃都是用那种小钉子 四围都给钉上了 那擦玻璃可爆炒了呢 因为总当 但是现在呀 确实方便 因为就泡沫胶 而且呢 人家泡沫胶弄得还特别的完美 很光滑 还挺好看 非常的美观 但就是担心能接是吗 所以你认为这件事情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记得了